马布里执教生涯首秀,指导球员十分激情,并且十分严格。 对此你怎么看,马布里绝对算是CBA历史上台的上号的球员,也是北京首钢南篮曾经的灵魂,作为一个外援球员却将北京当成了自己另一个家。 总决赛他为球队挺身而出,依次又一次扛起重任率领球队走出困境,北京队主教练敏露磊说过,是马布里盘活了球队,北京队可以没有我,但不能没有马布里,这足以说明马布里对球队的重要性,功夫不符有心人,在孙岳、里根、莫里斯等人的齐心协力,之下北京南篮四年之内多得了三次CBA总冠军, 也算是一个小王朝,总决赛上五颗松体育馆人马人化,马布里MVP的声音震耳欲聋,为了表达他对北京南篮的贡献,专门搞来了世界上最难得到的绿卡交给了马布里,还在体育馆南门外西侧的草坪上设立了马布里拿着总冠军奖杯的同人像,退役之后的马正伟,继续着他抵挡篮球教练的梦想,依然是北京而且是北京副中的主教练, 篮球就应该从小抓抓起,树叶有专攻,优秀的球员一定也是一名优秀的教练,这才是篮球进步的正途,可别小看了清训队,很多优秀人才就是从这里走出去的, 感谢马布里,为中国的篮球事业所付出的努力,将自己的毕生所学,传授给中国青少年, 也希望中国南岚能出现更多的后起之秀,率领中国南岚走得更远。